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老爷呢 老爷在楼上说今晚不下来了 大太太 已经很晚了 您早些休息吧 金魅的死 老爷并没有消除对我的怀疑 现在连吉正都恨我 看来我真是无法自证清白了 难道非要让义尔放弃 让吉正当陈家传人 才能改变这一切吗 大太太 这怎么能行啊 二少爷尚可调教 大少爷是绝对不行的 他当陈家传人 只会把这个家给毁掉的 你先休息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老爷 我真的是为陈家大业着想 如果义尔他不行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废掉他 我知道 娘一直想让我当秦灵察的传人 但也许 大哥更适合 你说什么 大哥在外打拼多年 积累了很多做生意的经验 而且 他也是一心想着陈家 应该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 是 二少爷尚可调教 大少爷是绝对不行的 他当陈家传人 只会把这个家给毁掉的 是你害死了我娘 是你把他逼死的 事到如今 必须要有人做出牺牲 干脆 一不做 二不休 一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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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和我 一不做 一不做 解敌 好 要是后面有大队来增援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怕什么呀 这地形对咱们有利呀 大不过就跑呗 黄蜂借酒去回肠的 这帮傻子根本找不到咱们的老巢 没准还能捡好多枪呢 叫地形们追好手楼弹 好 递什么 准备手楼弹 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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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撤 快撤 撤撤撤 撤撤 快撤 撤撤撤 快撤 冲下去 建枪啊 走 饭桶 废物 你们都该死在山上 大人 山匪占据有力地刑 又是突然袭击 我们实在是挡不住啊 你他娘的还有脸跟我说 我让你们去找回丢失的枪支 这下倒好 不但又损失了枪支 还损失了人员 你们这帮蠢货 这个月的补贴 一个大三人陛下拿到 滚 等我还 起来 大人 还有何吩咐 你们一共触动了多少人 加我一共二十一人 上面若有人巡查 就说此番剿匪 我们一共触动了四十人 还愣着干什么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明白 此番剿匪共触动四十人 滚吧 滚 这回我丢的枪就有说法了 丁队长 你和你表叔口口声声地说 是要帮衬我 来与陈家做商业抗衡 可是你们做得却恰恰相反 茶会上他把所有商客 都拉到陈家是何用意 想给我好看吗 你们不要忘了 你们可是拿了我张义轩恩惠的 张掌柜别生气嘛 我表叔用的那是缓兵之计 要想拿到陈家的秘籍 得先糊弄好他 可是他这个破计 已经让我们张继察行会关门了 小子 生意若想做到鹤鲤鸡群 得靠真本事 靠别人算怎么回事啊 你 丁队长 陈家的秘籍有消息吗 放心 一旦得手我马上通知你 你们杀死了县左大人 想嫁祸与陈建明 以此要挟陈建明交出陈家的智察秘籍 这事我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这件事为什么要瞒着我 时间等到拿到秘籍以后 再来告诉我吗 该你知道的你可以知道 不该你知道的我没必要告诉你 怎么 张掌柜心里不舒服 我还可以告诉你 杨献左就是我表叔杀的 你不就是想捏出我表叔的命脉吗 可惜啊 你没有证据 爹 这个人也太猖狂了 很明显 这些人是指红不上了 他们是想独吞这智察秘籍啊 大太太 李大夫来了 大太太 下去吧 是 坐吧 大太太 大少爷的病 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 得慢慢调养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的 问题是 你一个普通大夫 医术并不高明 能治得好吗 这可不是尽力不尽力的事情 这可不是尽力不尽力的事情 我看哪 大少爷的病情正在恶化 只怕挨不过这两天了 大太太 您何出此言哪 不会的 不会的 怎么就不会呢 我也略懂一理 一两鱼心草 一两当归藤 再加些其他的药料 不出半个时辰 人就没了 这两味药万万不能放在一起啊 我只是个大夫 太过分的事情 我是不会干的 不 你一定会的 李大夫 我可是看见金妹生前 和你在后花园密会 有这事吗 虽然说他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可如果我把这事说出去 尤其是说给我们家老爷听 你觉得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李大夫 我现在就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可以吗 这几位药 任何药铺都有卖的 您让下人去买来就可以了 何必为难我呢 从你这儿拿到我才放心 因为事情不会被泄露出去 我说得对吗 二少爷 您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 这活是下人应该干的 您这身子多金贵呀 他们每天做这么多事情 也挺辛苦的 做这些事情举手之劳 还能断着自己的 您有事吗 我找你娘说点事 她在堂内 您去吧 好好 二少爷 那个有些事啊 要是不成 您也别往心里去 毕竟强扭的瓜不甜 什 什么 算了算了 我还是进去跟太太说吧 好 大太太 我来了 大太太 既然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李大夫 谢谢你 李大夫走了 这都怎么了奇奇怪怪的 大太太 县左夫人回话了 怎么说的 花灵小姐 原本对二少爷是一见钟情的 可 不 这怎么的 忽然就转变了态度 连八字都没拿来合啊 明白了 一定是花灵知道她爹的尸首 是从我们陈家抬出去的 不急再等等吧 可这不是等的事啊 什么意思 大太太 您是不知道 花灵小姐当着面说啊 她要嫁给张家少爷张家营 你说什么 你说这事她邪不邪乎啊 您说张少爷哪一点比得上咱二少爷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怎么会这样 大人不好了 南京总部派来的第二十五军 已经彻底空下了省城 所有的前夕部队全抛光了 咱们前家官的驻军 也被打没眼了 去 带上五万银票 马上去趟省城 见急行事 就是我们美人忙于剿匪 始终没有参与马司令的任何行动 咱们这里是不是个国民政府了 管它是什么系的军阀 还是国民革命军 关键是要保住我们的饭碗 省城里谁的军队 我们就霸解谁 快去 是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天下又要打乱 如今这世道 真是有印靶子 不如有枪杆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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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挚友 省城布殿的赵掌柜 送来一封加急信件 听说现在外面已经闹翻天了 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前夕军阀已经退出我省 铸城西道 国民革命二十五军 已经全面接管了整个乾州事务 真是天助我也 老爷 这算是好消息吗 这跟咱们有关系的事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能免茶也睡不着 太有关系了 朱司令早年与我有个交往 又分外偏好我们陈家的乾陵茶 也算是故人了 你赶快给省城的赵掌柜写封信 让他给朱司令送去 尚好的头道求查 就说陈建明择日会亲自前去拜法 好老爷 我这就去办 好啊 我陈家秘籍 逃出了 我陈家秘籍 我陈家秘籍 大太太 好消息 把门关上 大太太 您这是 把这个端到大少爷的房里 让他喝了 大太太 您该不会 要害死大少爷吧 你知不知道 他不死 我和义人都不会好活 大太太 您放过我吧 极致不敢 起来说话 大太太 我 我求求您了 别让我去 禁止怕 忘了我们说过的话了 陈家大爷 必须要交给有才有得者方可拘之 忘了你还说过 如果他当上陈家传人 会把陈家毁掉的话了 可是如果事情被老爷知道的话 禁止会被打死的 我不说谁会知道 禁止 是 你别忘了 当初瞒着大少爷 偷偷带人把他娘的尸体 装进棺材里的人是你 非礼一蒙的事情 告知老爷的也是你 这些事情 你以为他就不记恨你吗 他早晚会对你下手的 他不死 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一旦他当上传人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 你别糊涂了你 那我该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 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他不要再开口 你怎么办 我可以再开口 我看到他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就不心轻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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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冒险了 没人会想起你的身份 我绝不能让他去送死 陈家大太太不会放过他 事关重大 必须三思而后行 万不能鲁莽行事 再等等看 不 我主意一定不能再等了 毕竟他是我的骨肉 爹 您在这儿干吗呢 您刚才跟谁说话呢 没说话 没说话 我 我明明听见您跟一个女人 在说话呀 你听错了 不会吧 怎么就不会呢 这是真的 唐先生是南洋金桥饭店的老板 他的这个侄女 不不不 应该叫职远 是唐先生手下的一名高级顾问 人家可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之后又去了省城的会生学堂 读过书 从未婚嫁 自小丧妇 是他娘把他带大的 现在他娘又要去南洋他哥哥出生活 他却又不肯去 所以啊 唐老板就想给他找个好人家 好让他安心地在这儿为他工作 听说陈家大少爷出身名门 眼界开阔又懂得做生意 这不就托我来说没了 想让我给你们牵上这条红线 大少爷啊 这个姑娘我可见了 长得呀那叫一个漂亮啊 简直就像一朵花一样 名字叫王雁佳 今年才二十岁 刚好跟大少爷的年龄般配啊 大少爷啊 这可是门当户对的好亲事啊 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啊 南洋金桥饭店 我觉得不那么门当户对吧 再说了啊 我怕我爹是不会同意的 因为他跟我说过 他不喜欢做这行的人 而且还嘱咐过我 不要多与他们往来 大少爷您放心 这事啊只要你点头 包在我身上 你爹那儿我这就去说 再说了 可不要以为人家在饭店工作 就是娇气花什么的 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姑娘啊 大人 臣记查案的陈建明来了 待着了 进来吧 李大人哪 陈某刚才办了些事情 让您久等了 你去吧 是 李大人 李大人 贱民兄啊 做人不能不讲信用吧 大人何处此言哪 你少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查会命案 为你拉来外国人 只与你臣家签合同 我为你按牵马后 做得不错吧 那是 没有大人的权力支持 一切都无从谈其 好 那我们的约定呢 贱民兄早该兑现的 大人 说实话 那是我臣家祖传的东西 我陈某实在不敢拱手相让啊 那如此说来 贱民兄一直是在跟我兜圈子呀 陈建明啊 陈建明 你果然是有现见之名 看来你早已经知道 这钱家冠要改朝换代了是吧 不是 陈某不受信用 实在是行事所逼 如今前军已经撤出我省 国民革命军大兵压境 势如破竹 我陈某如血众鹤 陈掌柜 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 无论这世道怎么变 只要有权有钱 那才是王道 请 一大容 我也要来 准备 对 小心 是 马上 小静 大小姐 我哥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昨晚吃了药 精神好多了 脸色也发红了 大小姐 你知道吗 刘婆正在给大少爷说亲呢 是吗 哪家的姑娘 我认识吗 不大清楚 好像说是什么饭店的人 而且 来人哪 快来人哪 怎么了 来人 倒是爱人的声音啊 出什么事了 老爷 人死不能复生 李大夫检查完毕 刘婆早已经厌弃了 她在这钱家冠又没有个亲人 我们还是帮她入恋了吧 臣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臣家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 发生这种事情 刘婆死得不明不白 你们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 李大夫说了 也许是刘婆早上吃过的东西 跟大少爷的药相抵触 所以导致气血相冲 这才猝死的 我没有问你 你着急解释那么多干什么 难道你想掩盖什么 我掩盖什么 又不是我害死她的 你猪脑子吗 如果这是毒药 他们想要的就是我吉儿的命 老爷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跟大少爷无怨无仇 我怎么会害他呢 再说 大少爷 对一蒙做出非礼的事 我都没有过分地追究 你给我闭嘴 娘 不要 李大夫 你说会不会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刘婆年纪大了 荷药过量 体质一时无法承受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有人想让我哥去死 我娘死了 我哥再一走 二哥就可以春理成章 当上陈家的传人了 尊雅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大太太怎么可能 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呢 二妹怎么说话呢 尊雅又没有说我 你干嘛忙着把脏水泼我身上 该不会是你急着想让一蒙也 参与到传人的事情上来 所以才开始一个个下手吧 大姐这话过分了吧 我可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心思 还有 万不该把一蒙也牵扯进来 我们娘儿俩 可没天天盯着陈家的产业 还说没有 你难道没有让尊雅和一蒙 一起去女工局做事吗 这有什么呀 现在都是民国了 又不是大清朝的天下 女人家出去做点事 也没什么不好 是吧 老爷 没那么简单吧 做事可以 可学做买卖恐怕就别勇用心了 这样吧 我去找大太太 把一切说清楚 娘 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去说 你说得也对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那就再等些天吧 本来我还想让你和尊雅 去女工局学习样做买卖 看来这事也得放一放 大姐真是耳目众多呀 这眼线都安插到自家宅院里来了 恐怕连老爷在生意场上的事 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你这一出可演的事垂帘听政啊 你说什么你 放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窝里头 我不在家的日子里 你们就是这么相处的吗 我把你们取进家门 是让你们来给我吃饭的 不是让你们来明正暗斗 你争我抢的 看看你们的样子 听听你们说的话 一点尊严都没有 简直就是泼妇 我是要立下船人 但我要的是一个 真正能扛起陈家大梁的船人 他要靠实力 而不是靠相互排挤 靠踩着别人肩膀爬上位的人 别忘了 靠踩着别人肩膀显示高度的人 迟早会成为不折不勾的爱人 你们所有人 都要给我记住这一点 还有你 再敢拨弄是非 口无遮拦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没有错 就是有人害我哥 他先害死了我娘 有人害我哥 就是想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闭嘴 爹 你为什么执迷不悟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妹妹 不许乱说话 我就要说 再不说 陈家就要变成一个杀人坑了 早晚有一天 凡是挡着他们不自盗入的人 都会被他害死的 你给我滚 永远不要再踏起我陈家的大门 爹 不要 小妹年幼无知 实在是因丧母之痛 才说出大逆不道之言 请爹不要把他哄住家门 哥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 你看看这个宅子里 哪里还有一点生气 就算爹不哄我走 我也会走的 你 我不想被杀死在这冰冷的宅子里 你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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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翻了 都翻了 老爷 太太 我有些不事先告辞了 你们都走吧 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老爷 都走 娘 是 船雅 我 公主 是 人家 你 合缓 很有名 我的 我 根本 也 不驚 待在孩子里待下去了 可是时局这么乱 你又是一个女孩子 你离开了家 你又能去哪里呢 我真的是担心你 就因为时局乱才要走 俗话说得好 时事遭英雄 女人也可以独当一面 我一定会闯出个名堂 给他们看的 哥 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对啊 你还要争取得到 陈家传人的位置 不过我提醒你 哥 你一定要小心了 大娘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别忘了 娘是怎么死的 我不会忘记 我留下来 就是为了要给娘一个交代 哥 我走了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妹妹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么说陈家大少爷没死 对 死的是咱前家灌的 那个刘媚婆 爹 您为什么说陈姬正没死啊 我明白了 一定是有人想让陈姬正当传人 但必须得除掉另一个正位人 结果刘婆倒霉 不小心撑了冤死鬼 你总算聪明一回 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会是谁干的呢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陈家出现死人也够他们忙活的了 爹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你以为陈家死人了我就高兴吗 我是要他陈家你争我斗 斗个你死我活 这是先走夫人拆人送来的花灵的生辰八字 这是先走夫人拆人送来的花灵的生辰八字 我看过了跟你挺合大 我看过了跟你挺合大 没想到花灵这么快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而且还是在咱们张家处于历史的时候 难得呀 你看看 等花灵的扶桑期一过 马上给你们两个成亲 也拿这事儿冲成咱们家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娘是怎么知道尊雅和一萌要去女宫局的事情 是你说的 对吗 也好 那得先等些天吧 本来我还想让你和尊雅去女宫局学习下做买卖 看来这事儿也得放肯 也好 那得先等些天吧 本来我还想让你和尊雅去女宫局学习下做买卖 看来这事儿也得放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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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能让你和尊雅我们探存 这事儿也不觉得 我脱口 你都可以 这事儿也不觉得 你都没有 你拿给大少爷了 随后李大夫就走了 是的 然后你就一个人给药兑了水 没有人和你在一起 是的 然后你就一个人 把药送进了大哥的房间 也没有人看见 是的 行了 不要再问了 靳之 你先出去吧 是的 是的 是我下的药 我多么希望这不是您做的 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您不觉得这太可怕了吗 生活中没有可怕的东西 只有需要理解的东西 您需要我理解什么 理解您为了自己的儿子 当上陈家的传人 就不择手段地杀害自己 同父异母的兄弟 您有没有想过 即便我真的当上了传人 我会活得安心吗 您就真的快乐吗 我们会每天生活在 自责和悔恨当中 这些您都没有想过吗 为了赢得成功 你对成功的欲望 必须超过你对失败的恐惧 我只是运气差一点罢了 我希望我的成功是靠我自己的 努力得来的 而不是靠着所谓的运气 更何况这是一个 不择手段的道路 您知不知道 您会让我活得一点 自尊都没有 记住 这个世道没有人 会在意你的自尊 人们看到的 只是你的地位和成就 在你没有成就之前 切勿过分强调自尊 人首先尊重的 不是别人的意见 而是自己的良心 为了自己的儿子 我做任何事情 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儿子 娘知道 娘让你失望了 但娘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陈家 为了你 你能原谅娘吗 你永远都是我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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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月上线 有多少悲伴离合奈何甜 有多少爱恨沉迷在心间 让时光背叛我们划不了的远 有多少轰轰烈烈的誓言 有多少梦醒时分的走远 深夜散尽的世界只有平凡 有多少悲伴离合奈何甜 有多少爱恨沉迷在心间 远统告诉我眼泪带不走从前 有多少轰烈烈的誓言 有多少梦醒时分的走远 没有你的世界里只有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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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梦醒时分的离开 有多少梦醒时分的日子